月博士您好 那很高兴今天您又来到了我们今日华尔街的演播室 对于今日华尔街的观众朋友们来说 其实月博士已经并不陌生了 那么此前的月博士在几周前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其中介绍了中国经济的一些态势以及中美关系的更多内容 在专访结束之后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们都通过留言的来信等方式 对我们说月博士的观点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对于中国的经济评价非常的重肯 所以今天呢我们又特别有幸的邀请到月博士 与我们进行另外一次对话 这一次谈论的重点是欧洲问题 那么也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拜登政府 与前一届政府很大的不同的一点 就是在针对对华政策方面更多的选择与盟友进行沟通和结盟 那么此前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透露 在整个政府上任的前几周里 不管是总统拜登本人也好 还是国务卿布林肯还是其他的高级官员 那么已经与世界各国的国家的对等官员进行了通话高达数十次 其中到底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 那不管是像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样的与中国存在领土和其他纠纷的国家表示支持 同时美国也把目光转向了欧洲 那我们知道欧洲呢是把中国视为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国家群体 但是说到欧洲这个问题 那我想首先请教岳博士 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样不一样 那有关于中国挑战这个问题 欧洲人又是怎么样理解的 具体落实到欧洲国家的对华政策上 欧洲国家又是怎么样做的呢 谢谢李博士 很高兴呢和您见面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 就是欧美国欧洲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究竟有哪些相同 有哪些不同地方呢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在川普卸任的拜登这个上台 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知道在川普时期呢 很强有力的推行单边主义 这个力度比小布什那个时候要大得多 美国第一 那么在经贸问题上呢 对他的盟国和欧洲盟国都斤斤计较 甚至不惜打贸易战 这些就导致什么 就导致一向奉行多边主义的欧洲与美国践行践行 这关系实际上是恶化的很厉害 川普的单边主义呢 可以说比小布什时期呢 又有过值而无不及 一些做法 比如说退出国际组织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 退出TPP 这个就环太平洋伙伴关系 实际上产生什么后果呢 就严重削弱美国领导地位 和作为世界霸主的合法性 我曾经在学校有一次碰到我们一位明教授 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的那个明教授叫Michael Cox Michael Cox他是英国外交部的高级顾问 他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有名的学者 我就问他 我说您认为美国是不是正在倒回到孤立主义 他怎么回答 他回答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就说 You cannot lead the world Be in an isolationist You cannot lead the world Be in an isolationist 如果你要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你就不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 这个话说的实际上是很精辟的 那么从欧洲对于就是在美国那个竞选 那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 接近就是到尘埃落定的时候 欧洲各国对于拜登胜选这种希望 以及竞相表态就可以看出什么 就欧洲对这个川普的政策 其实已经到了人无可忍的地步 那么拜登上台以后呢 将向世界宣告 我们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来了 今年二月份呢 那么拜登在目的黑安全会议上呢 就重申美国对跨太平洋同盟 这个承诺 就Transatlantic Alliance 跨大西洋联盟的这个承诺 希望以此呢 赢回我们受到信任的这种领导地位 并且敦促美欧呢 共同为中国的长期竞争 做好准备 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竞争 做好准备 认为现在世界正 存在着什么较量呢 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 但是呢 双方都留有余地 并没有就明说 双方都没有明说 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敌人 没有用这个明确的措辞 对谁呢 是最大的威胁呢 双方看法上还是有些差别的 还是有些差别的 那么我们首先看呢 就在拜登上台之前 在他上台之前 就是去年的90月间 直到不久前 美国的说辞还是什么呢 就是俄国是 是opponent或者biggest threat 美国是俄国是 对手最大的威胁 中国呢 他用这个词来形容 就是most serious competitor 最严峻的挑战者 这个 但是这个 就在不久前 就4月13号 就本周二 美国强调变了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么从原来就中国 只是一个biggest competitor biggest competitor 就是最大的竞争者 他跟那个opponent 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最大的敌手 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 他没有把中国 形容为最大的威胁 只是说最大的 或者最严重的挑战者 那么在4月13号 本周二 有美国的一个机构 这是叫做什么 美国全国 情报总监办公室 发布一个年度的 威胁评估报告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这个就明确讲 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威胁 而不是俄国 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威胁 而且前所未来 都出现这样一个词 这个中国 increasingly is a near-peer competitor 中国接近于 已经成为一个 与美国平起平坐的 一个对手 等量奇观的对手 这样就把中国的定位 看得跟以前的数研差不多 已经跟苏联差不多 那么当然我们就可以 那个这个就很容易想象着 究竟啊 这个三四月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一个就是 安克雷奇的会晤 中美双方的会晤 那么有那么一出精彩的表演 双方都做了精彩的表演 三月二十三号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两会 两会期间呢 这个这个有一个说辞嘛 就是中国官方有个说辞叫 平视西方 还有一个就是东升西降 那么为此 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 也开了不少的这种讨论会 围绕这个来论述 中国外交新动向 相比之下呢 对于欧洲来说 它主要的威胁呢 还是俄罗斯 主要危险还是俄罗斯 俄国在中东北非的所作所为呢 是让欧洲感到很不安的 中国呢 只是一个安全上的 或者战略上的一个对手 但不是主要对手 不是主要对手 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什么呢 就是从奥巴马后期开始 欧美双方在中国认知上 其实已经形成共识 在中国的看法上 已经形成共识 那就什么呢 中国啊 他已经不是一个啊 维持现状的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什么呢 而是一个revisionist power 一个挑战现状的 修正主义强权 那就有一些 对我们很熟悉的一些 对中国的形容了 中国在军事上 外交上咄咄逼人 不遵守国际经济规则 等等等等啊 那么为此呢 就在近年来的 就是欧洲的主要大国 英法德三大国 都相继派出军舰 到南海 参加跟美国在南中海的巡航 这个就像中国 示威啊 这个 不过呢 这种的军事参与程度非常有限 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是就宣誓啊 西方这些国家啊 共同维护战后 自由主义 就创建这个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这个决心 啊 但是非常有意思 什么呢 就不管嘴上怎么说呢 美欧日 这几个西方大国呢 都心知肚明 啊 实际上中国构不成 前苏联啊 或者当今俄罗斯 那样的军事挑战 啊 构不成这样的挑战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构成这个挑战 因此 可以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呢 那么 军事上遏制中国啊 指的是这个 军事上啊 就hard balancing 啊 就军事上遏制中国 主要还是美国的 独角戏 或者说啊 指着就是 五眼联盟国家 他们的独角戏啊 啊 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谈到 这个军事遏制啊 这个仅仅是就 所谓的高等政治而言 我们知道国际政治当中 它区分一个叫 high politics low politics 高等政治和低等政治 高等政治 就是指的是什么 我们以前看到 高达上的那些外交 政治外交 这些啊 呃 军事手段啊 这些东西 武力威胁啊 这些啊 就事关 战争与和平的这些 称为叫高等政治 低等政治 很简单 就是经贸关系 啊 低等政治 恰恰是在 在低等政治上啊 欧美啊 就如何协调 中国的 基础和贸易政策 technology and trade 在这个政策上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跨大西洋关系当中的 头等大使 啊 这个他们是怎么形容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现在这件事情 要怎么针对中国啊 这个 我们进行协调行动啊 尤其协调在 基础和贸易政策上啊 现在已经成为 大西洋关系当中 头等大使就 no big issue no big issue 这话说的是很重的 而在这方面实际上 欧美呢 是实际上存在着 针对中国的高度默契和联合行动 啊 乃至联合行动 而且这种默契呢 和联合行动 已经有了已久了啊 就表面上看呢 就是欧洲呢 是拒绝在 这个中美间选边的啊 不愿意中国脱钩啊 这个话都说的很明白啊 但是这种表面的态度分歧 究竟对谁有利呢啊 究竟对谁有利呢啊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啊 我们从近两年中美谈判啊 和中欧谈判这个结果 我们从结果当中就不难看到什么呢 欧盟实际上总是不时时机的 在利用中美冲突牟利 也就是说嘛 利用中国的艰难处境 和急于分化欧美的这个心理呢 来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 甚至目的事实际上都达到了啊 欧盟实际上把自己的这种 对美国这种超然 或者说叫独立性呢 把它解释为什么叫战略自主 the strategic autonomy the strategic autonomy 当然这仅仅表明了 欧盟不愿意的被动呢 就围绕着美国的指挥帮转啊 而不等于就是说呢 就欧盟这种超然 不等于就是对西方总体的利益啊 或者是对美国利益的背叛 或者伤害 恰其相反 实际上呢 欧盟对于多边主义的执着呢 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美国啊 某种程度的 重返孤立主义所导致的国际权力争论 也正是在欧盟的积极推动之下呢 美国重返孤立主义 这种冲动多多少少受到了抑制 我们知道就美国一向对于多边组织啊 就持怀疑态度 乃至排斥态度 但是呢 在中国问题上 美国从来没有拒绝与欧盟和日本的合作 啊 在早在那个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呢 就是2017年啊 就欧美日就已经提出关于这个制定WTO规则啊 关于WTO改革 这个 这个就新规则制定啊 就制定新规则 就提出什么呢 叫三边改革建议 叫Trilateral Reform Proposal 啊 怎么推动WTO改革啊 那么三大国 早在2017年就已经提出啊 共同的这个 共同的个建议 已经形成文字 这东西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呢 要 这个要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2017年正式形成这个建议 2019年正式提出来啊 我们知道2018年中美之间啊 政治爆发贸易战 啊 那么在2017年 这个三边改革建议当中呢 这个啊 四个方位 都是支持中国经济的命脉啊 那么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扩大啊 就是禁止产业补贴的这个清单啊 扩大禁止产业补贴的清单啊 那么产业补贴 就是industrial subsidy 不是决然禁止的啊 是可以允许存在 你要透明化 但即便如此呢 你这个范围啊 这个不能太忙 是非常有限的 规定非常有限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对于产业补贴 要进行管制 那么国家 哪些部门 可以对它实施管制 就public body啊 那么你要对它 进行清晰的定义 在中间 不允许存在的 窝湖地带啊 在中间 你要投机去找或者利用 某些灰色地带 将来另搞一套啊 就事实等于上 就是就是否定了 就是监管的这种可能 第三条就是什么呢 非常重要 严禁强制技术软让 严禁强制技术软让 啊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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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非常重要的 啊 就是关于 举证责任 倒置的问题 啊 比如说美国 企业啊 到某国家投资 他他怀疑你的这个企业 有侵权的嫌疑 啊 那么举证责任 在于你 我们都知道 国际法通行的啊 就是司法界通行的原则 就是谁主张 谁举证 对不对 你对谁有 有怀疑 有指控什么 那么你得提出 你的证理啊 但现在变成什么 就是举证责任 倒置 非常清楚啊 举证责任倒置 我们看到了 就是四条当中的啊 后面两条实际 已经落实在什么呢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当中 啊 严禁强制技术然让 啊 这个还有一条 就是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 这条很清晰的规定在 第一阶段协议 1.5款上 1.5款上 这burden shifting in a civil proceeding 啊 在临次启示当中的啊 责任的倒置 啊 这个英文我就练一下 很简单 啊 就 China shall provide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or burden of production of evidence as appropriate shifts to the accused party to show shifts to the accused party to show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了 这个 非常简单 可以说欧盟在塑造 国际经济谈判 日程当中啊 尤其是对付 中国经济挑战方面 它这种主动性 丝毫不逊美 表面上看美国是 跑在最前头啊 这个大家那个聚光灯 都是看着美国 实际上欧盟 这个它的主动性 一点都不差 我们就举一个 最典型的例子啊 早在1999年啊 那么11月15号 中美达成 关于中国入市的 第一 这个一个 一个重要的协定啊 就是叫做中美 关于中国入市的 这个 这个叫市场准备 协定啊 这个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有 就我们上次也谈到哈 就中国做出一些 超出WTO规则的 额外承诺 那么 走了 到2005年 这一年是什么 是指的什么呢 是所谓的中国 三年过渡期完成 三年过渡期完成 那么就在这一年呢 欧盟主动联合 美国啊 就是从利用中国 已经做出的额外承诺呢 啊 就是把不得强制技术囊 修正为WTO的新规则 我们知道TRIMS当中 他并不禁止 三个东西 三个重要的东西啊 第一个强制技术囊 是可以的啊 强制合资是可以的啊 仅仅限于国内进口替代 目的这种用途 图的产业补兑 也是可以的 也是允许的 都是WTO TRIMS规则所允许的 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 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啊 接受了就是不得强制 技术囊 这条啊 啊 那么这个来说 啊 那么欧盟和美国 就试图就是利用你中国啊 对这条的承诺 把这条规定呢 就变成WTO的名规则 变成一条新的规则啊 就试图修改WTO的新规则 结果遭到巴西和印度的强烈抵制 啊 致敬也没能如愿 致敬也没能如愿啊 可以说就禁止强制技术 而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利用中国的过度承诺啊 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压 并且分化第三世界一个谈而皇之的理由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由头啊 欧美在中国录制谈判当中啊 默契配合最终迫使中国接受 异常苛刻的条件呢 现在实际上已经广为人知了啊 学术界的研究也很多 啊 那么在这次18年的这个开启的中美贸易战当中呢 啊 欧美实际上又是 在此的密切合作啊 核心就是什么 对抗中国的啊 叫非市场导向政策 非市场导向政策 啊 我们列举三个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啊 第一个 就是18年5月31号啊 在中美第三轮谈判期间 大概已经仅仅了九轮谈判啊 第三轮谈判期间呢 就欧美日三大国 咱们就把欧美当作一个国吧 三大国代表在巴黎巴黎会晤啊 就谋求解决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及做法导致的问题 会后发表了一个叫巴黎宣言 联合宣言啊 就称什么呢 就有必要深化并加快 制定关于产业股贴 和国有企业的可能的新规则 啊 啊 三国将寻求有效手段啊 请注意听下面这句话 寻求有效手段 解决美欧日以外第三国的 包括有害的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 在立的贸易扭曲政策啊 没有点中国的名 但是这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啊 这是在中美贸易战啊 期间发生的 就是东美第三次贸易谈判之间发生的事情 两个月以后啊 7月25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叫荣克啊 荣克访问美国啊 就公开就对川普讲啊 说欧盟赞成美国对中国的几乎全部指控啊 将帮助美国解决中国问题啊 也就在同一个月呢 中欧又在北京开会啊 这个就进行进行这个商贸谈判啊 那么欧盟理事会的主题叫做图斯克 就在北京讲啊 好 WTO有必要就强制性技术软任和产业补贴 设立新规则 就再次强调啊 要要解决 我们要重点解决强制技术软任问题 啊 还一个就产业补贴 啊 那么图斯克在北京这个表态呢 以及欧美日三大国就五月三十一号的巴黎宣言呢 啊 都表明欧盟再次要联合美国和日本啊 试图通过WTO的改革啊 也就是增加新规则的方式啊 来迫使中国在自主发展问题上就范 那 因此呢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呢 啊 欧美实际上不存在尖锐对立 不存在尖锐对立 双方的分歧主要就是他体验的政治 技术层面上啊 技术层面啊 就是到底是我们协调行动 coordinate 协调行动 还是各自为战 separate way 啊 他区别仅仅是在这个技术层面上 最终的目标一致的 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而从结果上看呢 也是啊 彼此加强了各自成果 啊 因此所谓的这个欧美分歧呢 对于中国来说 像是没有可自利用的空间 啊 也就更谈不上从战场 就分化欧美 好 我们最后就谈一下就是 欧洲现在怎么看待和面对啊 中国挑战 啊 那么这个 欧洲现在对中国的看法 其实已经成熟了啊 那么他在2019年3月呢 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叫strategy outlook 啊 战略展望啊 关于欧中关系的战略展望 strategy outlook on EU china 啊 用三个形容词啊 啊 形容啊 这个对中国进行定位啊 第一 cooperation partner啊 第二 economic competitor 第三 systemic rival 啊 就是合作混乱 经济竞争者啊 体制对手 他指的什么呢 就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啊 那么还有一些重大的 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坐在一起来解决 来谈判啊 所以说你在这个意义上啊 涉及到利益交叉的这个方面啊 又是涉及全球性的问题 比如说气候变迁这些 我们还需要谈嘛 啊 你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们必须要跟你合作啊 那么这是 当然这是一种有限领域的合作啊 第二个呢 就是经济竞争者啊 中国是一个经济竞争者 他指的呢 是 呃 这个 所指的是啊 就是 就是关于 大家啊 在争夺技术主导权方面啊 这个是 我们是 是非常这个这个 激烈的竞争关系啊 所以他指的 指的东西是很明确的 他不是泛盘意义上的啊 就是我们之前是不是贸易顺差 或者市场开放大不大什么 指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争夺技术主导权方 我们是竞争对手 那么还一个就是 就是叫制度的对手啊 Systemic Revival啊 实际上指的什么东西呢 他也解释的很清楚啊 那么就是指我们对 国家啊 对社会 对经济管理的方式 上这方面呢 我们是水火不容的 我们那个差异很大 因为我们欧洲设应的什么 是社会市场经济 或者说叫什么 叫协调资本主义 叫coordinated capitalism 国家主导下的啊 这么一种这个这个 或者用德国人说法 叫autoliberalism啊 就是有秩序的自由主义啊 那么于在他们所看来的 中国威权体制下的这种呢 国家资本主义啊 明显就水火不容的啊 这方面也存在的啊 难以调和的这个冲突啊 所以欧盟强调于中国这个必要性呢啊 呃 于这个中欧政治关系趋向恶化 实际上并行不备 现在看是并行不备的啊 基于全球性的共同利益呢啊 他当然不否定与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啊 这个和拜登政府不拒绝与中国合作 理由实际上是一样的 如出一者的啊 那就是面对现实啊 因为你中国是个大国啊 而且现在又被美国定义为叫near competitive啊 基本就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 一个竞争者 一个挑战者啊 那么欧盟当然了 他不信任中国呢 就除了这个价值观 意识形态啊 这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剧啊 这个对立越来越厉害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定因素 还有一个特定因素 就是什么呢 就贯穿于90年代至今的 就中国方面执行的一个什么政策呢 就是叫清美输入政策 这是我自己的概括 叫清美输入政策 指的什么呢 就是优先发展于美国的关系 在西方国家当中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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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谁前谁后 这个次序也是很清楚的 对优先发展于美国的关系 欧盟是非常不满的 对中国对政策 让欧盟非常不满 就不但呢 他对这个这个导致什么 就欧盟不但对于中国的 多温主义说辞 耿耿于怀啊 高度存疑啊 而且还加剧一种 对中国进行严苛的利益索取 这么一个报复心理 我们后面还会再谈 在那个再回答第二个 还会再谈到这个 正是因为什么呢 政治外交关系上的这个不可为 就导致欧洲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对华关系的重心 是放在双方的经济关系上 也就经济关系可谈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一些 也是把对国家看成一个头等大事 No big issue 欧盟一方面视中国为强行对手 另一方面呢 还是基于中国的大市场 跟美国相当差不多 相对于世界主要的经济伙伴呢 欧盟自身 他现在危机感很强啊 各个主要的欧盟自己 他欧盟自己 以及他的主要成员国 对于欧洲现在在全球产业竞争中 这种落败啊 或者岌岌可谓这个地位 实际上是很担心的啊 可以说忧心忡忡啊 比如说现在全球四十家啊 这个就所谓的四家全球性大企业啊 全球性大企业 欧盟只有五家啊 那么在这个全球产业 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比重呢啊 欧盟的比重从2007年到2017年 这十年间啊 欧盟足足下降6.8个百分点 足足下降6.8个百分点啊 那么这个直接形容到欧盟这个 这个整个产业地位啊 这当中其中很大一个威胁 实际上就是来自中国 当然其他竞争对手也很厉害啊 日本呢 这个美国包括韩国啊 包括像南湾这些 都让欧盟感到啊 就是很紧张啊 但是实际上就又很有意思啊 就跟我们刚才谈到军事威胁一样啊 那么欧盟自己的评估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全球产业扩张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展到 威胁危及欧洲产业的地步 这是他们的一个评估啊 只不过就是什么 就这种扩张事实让他心惊肉跳 这种事实太猛啊 心惊肉跳 到处来买我们的高科技的中销企业什么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速度太快啊 这个这个长子一往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所以说从2018年开始 欧盟就开始考虑改变他长期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啊产业政策很好理解 那么什么叫竞争政策呢 competition policy啊 就是涉及到反图拉斯啊 啊关于并购这方面啊 怎么进行有效的管理啊 怎么样保护竞争啊 促进竞争啊 保证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 企业营商环境这么一个健康 指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2018年开始考虑改变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啊 为创建这national champion 就是用我们中文熟悉话 是国家龙土企业啊 就为创建这个龙土企业啊 进行舆论上的准备和立法上的准备 这方面推进最力度最大 一个法国一个德国啊 包括在欧盟这个层次上啊 法国德国以及欧盟这个层次上啊 我们就看到了就有一个大动作啊 就是从18年开始啊 那么这个到2019年的2月 这个事到现在没有完呢啊 就是法国的阿尔斯松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合并啊 哎他们就看到什么呢 中国不这么搞的吗啊 啊制造高铁的一个北车集团 一个南车集团 现在变成中车集团 你这样能谁守得啊 一个中车啊 变成就变成一啊 独家垄断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阿尔斯通或者西门子 谁也没打打啊 价格还有低 对不对啊 我们怎么跟着紧张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我们只有放下他的座 一个呢就准备啊 借鉴中国做 第二个呢什么呢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就创立了外资审查机制 FDI Screening Mechanism 建立外资审查机制 以前是没有的 这就也是提出这个产业安全这个概念 而且呢 欧盟还在现在公开的呼吁与美国 共建一个类似巴黎统策委员会的机构 巴统那种机构 叫做什么呢 叫贸易与技术委员会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来协调对华出国管制和外资审查 而且这个呢 虽然这个双边的这个 这个倡议 在双边这个层次还处于讨论之中 但是现在欧盟自己已经采取行动了 这都是很大的变化 那么欧盟现在这样做呢 就是 这个这个可以讲啊 就是这个 他的推动力来自什么呢 当然就是中国啊 就是说中国就是迫使德国和欧盟改变产业政策的一个巨大的外部推手 因为现在目前德国这方面后遇很厉害啊 德国要改变产业政策啊 欧盟这边也要改变产业政策啊 法国就不用说了 法国一向就是在这方面强调是国家主导 他有个词叫dirigism啊 有这么一个词 现在啊就是中国成了啊就迫使欧洲和德国改变产业政策一个巨大的推手 一方面呢就欧盟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高度敏感啊 认为两次啊中国的重大的产业政策宣誓 一次就是我们知道的2005年的啊叫自主创新政策 2005年自主创新政策 还一次什么呢 就是2015年的叫中国制造2025啊 两次重大的政策宣誓呢 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新中产主义啊 我们没法跟他竞争啊 欧盟股没法跟中国竞争啊 因此什么呢 欧盟现在叫决议叫打掉你的这个产业政策 打掉你这个产业政策啊 但同时呢用意图就仿效中国呢 在欧盟范围之内 他Europe-wide啊 在欧盟范围之内 实施强要力的产业政策来保护什么呢 保护他的说法叫技术自主 好这方面以德国和欧洲最为典型啊 啊 啊那我们看这个正好 这这两个举动哈就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啊2012年12月啊 经过7年艰苦谈判 最后达到CAI 就指Europe-China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中欧双民投资协定 这个协定也非常有意思啊 他就被美国人批评很厉害啊 认为像像中国妥协很多人也也是 也是也是跟着这么说了啊 这个这个认为这个中国的外交胜利啊 这个你瞧瞧欧洲之间 欧美之间啊 这个这个彼此的分歧这么大 被中国利用来牟利什么什么 啊那这个协议呢 实际上就是瞄准啊中美第一阶段协议 第一阶段协议啊 那么在这个呃 这个协议呃当中的啊 那么中国是做出重大让步的啊 这是呃这个 这这这这些东西都已经公开了 全文都已经公开了 那么中国承诺对欧盟资本啊 来自欧盟的资本啊 开放国内先进制导业啊 包括汽车啊 这个电动车这些东西啊 还有什么呢 就是金融服务 云服务啊 呃呃就这么讲吧 具体三个啊 三个领域啊 汽车金融加云服务等领域 放弃合资要求啊 允许独自 在开放力度很大 允许独自啊 第二个啊 严禁强制技术员啊 欧盟取得了什么 取得了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 同等的承诺 同等的承诺 啊 但是反过来讲 欧盟对中国 没有做出任何扩大市场开放承诺 欧盟说我们市场已经很开放了 啊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叫做这个平衡市场准入 啊 我们市场市场准入 我们市场准入啊 就market access 我们市场开放程度比你高得多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你要扩大你的市场开放啊 跟我们之间拉平 所以我用不着对你 扩大市场开放 用不着啊 所以不存在中国向 欧洲提出啊 自己特有的要求啊 不存在这个问题 啊 这里呢就是需要指出一点什么呢 由于就是在服务领域这个开放啊 啊 适用于什么最后国原则 就MFM啊 适用于这个原则啊 那么这次欧洲啊 迫使中国做出这个开放程度呢 那么就自动的啊 被其他国家所享有啊 或者叫利益均沾 那么这我们就看出来啊 那就是中国和 美国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啊 我们他们在这个服务贸易领域 做出这种开放程度 中国方面啊 单方面做出开放程度 我们尤其应该应该这个这个注意到一条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 中美谈判这个低阶段习 哪怕在此之前啊 为了这个 这个这个 为了争取中美关系啊 就是不要过于恶劣 这个实际上中国在金融与开放力度非常大 力度非常大 我们曾经有一个表 就是列出来 从中国从这个 这个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整个金融开放开放的力度啊 那么大概19年20年是开放力度最大的啊 那么好了 由于这个这个服务领域的开放适于MFM啊 那么这些领域的开放啊 这个欧盟自动都能享受到这方面的利益 可以说是利益均沾了 这个啊 而且欧盟还威胁说呢 说除非中国修改国内的相干法 否则协定不能够生下啊 那么这个跟这个中美协议其实都差不多啊 那么像尤其是像技术强制技术人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答案了就是中国这个呃 新外资法他已经政治颁布了啊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是解决了这个啊 欧盟实际上通过这个中欧协定的要达到三个目的啊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就是平衡市场准入啊 平衡市场就啊 就是现在我们一要要开放就是要互惠啊 就reciprocity 而不是说什么我还成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啊 那么通过这个就这个原则的确立啊 就平衡市场准入 那么相当于就是什么 就是欧洲这个事实上的对中国啊 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这种啊 就不予承认啊 第二头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达到目的就是啊 所谓的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就是level playing field啊 第三条呢 就是不是特别重要的啊 就是可持续发展啊 我们要遵守法力协定什么啊 还有就是在这个国际劳工组织所规定的 比如强制劳动这些方面啊 呃 作为含糊的承诺啊 这个问题没有没有没有解决 这不是整个谈判的要点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中欧协定呢 可以说于1999年到2000年 这个中美中欧世贸谈判的情形 其实是很像啊 就是欧盟呢 利用中美之争啊 提出高于美国的要价 来满足他的具体的啊 经济利益要求啊 而中方实际上跟上次一样 没有能够获得啊 分化欧美的战略契机啊 这个这里我们举一个谁的说法呢 就是欧盟啊 他这个呃 有个贸易 呃 欧盟专门有个有一个部门是负责谈判 他属于多边的多边机构 他的谈判呢 就是不需要真的各承扬的同意啊 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呢 就欧盟这个这个这个 他属于叫super nationality啊 这个这个不需要各国一致的 那么就是在贸易谈判场啊 欧盟可以独立决定 那么他欧盟贸易专员呢 底下设立一个部门叫做什么 就是这个 EU Director General for Trade 就是 他的贸易署啊 欧盟贸易署的署长呢 叫维恩德 萨宾维恩德 这位女士呢 他就有一个评价 他前不久接受采访 就有一个评价 就关于中欧协定啊 他说我认为呢 这个 他也是啊 这个回答外界 对于这个 这个质疑啊 说你对他这个批评 就中欧协定 这个 好像就是欧盟是输了 输给中国了 什么 或者说你这个 为什么没有跟美国 美国盟友进行协调什么 他就说说 我们 我认为呢 这个 所谓的美国与欧洲的分歧 被夸大 被大大夸大 事实上呢 说如果你去看这些细节 我们文明 这个达成协议的细节啊 我们的分歧不大 就是 if you look at it in detail we are not that different 和第一阶段协议没头大区 而对于中国来说呢 中欧协定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都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中国独立实施产业政策的这个经济主权 受到这一步的限制 这对于中国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局而实施的内循环 这么一个战略 最终实现科技制度 又形成新的阻碍 应该可以说也就是说 也很难不理